OK,咱们现在来把它打开 这次我们也是专门准备了MelaMetal 来跟它做一下对比 这一对可谓是死对头,生死冤家 好,我们购买的这一台是双网通版本 就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 就是不支持电信 是标准版,2G的内存,16G银白色 好,咱们现在来把它打开 OK,非常幸运 昨天是抢的时候 一开始是以为一周才发货 没想到第二天又发货了 好像是它在武汉有一个仓库 这个盒子也是做了一些调整 之前是瓦篮纸的颜色 就是灰色的盒子 我记得红笔豆沙2的时候 这次是采用了白色的 做了一个小调整 好的 上面呢 就是它的手机 咱们先把它拿出来 这不是魅族的手机吗 这个应该是它的说明书什么的 这个里面是它的数据线 这个数据线呢 这次是没有搭载这个Type-C 只是普通的这个Micro USB 这次它的充电器呢 只是这个5V2A的 但是它这个电池呢 可是这个破天荒的这个4050毫安时啊 在这个切线机中呢 它的电池容量呢 应该是最大的 好咱们先开机 Mailan Metal呢 是这个5V1.5安 所以说呢是比它慢那么一点 具体的咱们在一桌填报告中呢 再跟大家说 好咱们把别的东西先放到一边 这两台手机 两台手机在后面看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家公司的产品啊 咱们把这个膜撕掉 而且呢 在结构上呢 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是这个红米Note3啊 这不是红米Note2了 红米Note3呢 这个上面呢 跟这个下面也是这个塑料 它这个呢 不是这个纳米诸素 跟这个中间的这个 一块金属板住在一起的 而是这个直接这个插进去的 两边直接就是 是分离的状态 一会儿呢 把这个图呢 放到这个视频上 指纹识别呢 设置在了后面 这个指纹识别做的 还是挺精致的 摄像头呢 也完全没有突出 好 先来先把膜撕掉 也不是非常的快啊 但是比这个魅族的 感觉要稍微稍微快那么一点 比魅族的手机要稍微快那么一点 OK 咱们是这个进来了 先看一下它的这个系统啊 红米诸素3呢 这次采用的和这个魅兰METAL呢 是这个一款处理器 都是这个HILOX10 MT6795的这个节能版 我们这个是标准版 这个两G的RAM 16G的内存 可用空间呢 是10.61G 整体的手感呢 摸起来呢 稍微有一些重 因为这个是4000毫安的大电池啊 这个它的续航能力呢 还是比较可喜的吧 这个具体情况呢 咱们一周使用报告中再跟大家说 感觉这个手机呢 跟这个魅兰METAL啊 这个手感几乎是差不多 它这个后面的这个金属呢 怎么说呢 就是跟这个MX5那个上面啊 基本是差不多的 但是感觉比那个稍微操那么一点点 并不是这个扁一层啊 因为就是摩擦力更好一些 增加了一些摩擦力 前面版呢 我感觉啊 个人感觉是没有这个魅族做的好的 咱们来看一下啊 因为这个 尤其是我们买的白色呢 就是为了跟这个白色的魅兰METAL呢 做对比啊 白色的这个边块呢 一会儿可以给个特写 其实是比这个啊 魅兰METAL的这个要宽一些的 而且里边这个黑边啊 非常的这个挡眼啊 建议大家呢 就买这个黑色的版本 屏幕方面呢 这个依然是108MP的屏幕 5.5寸403的PPI 平常使啊 完全肯定是够用了 好 咱们先这个试用一会儿 拍几张照片 回来再说 好 先到这儿 刚才呢 我们是这个出去拍了几张照片啊 简单的这个玩了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我们拍的照 一会儿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照片呢 会放到这个视频上啊 给大家看 我这眼观着呢 这个感觉是这个 小米的照片呢 感觉更亮一些啊 魅族的照片呢 偏暖一些啊 所以就显得稍微暗那么一点 但是呢 其实实际感感差别并不是很大 感觉他们的屏幕素质呢 也都是差 咱们再试一下 它的这个指纹识别啊 刚才呢 咱们是录入了 咱们来对比一下 小米这个呢 是在后边啊 这个在前在后啊 其实都有争议 咱们就暂且不论 好 全部都细屏 三二一 好 这哎呀 好 都不认识了 梦 真的 这呢 都不认识了 我这边 好 都不认识了 我听听说 快就在那里 我们还要讲 我闪了 女生 那不是 我那里 是批识了 实际感觉差不了多少 感觉这个确实是小米快那么一丢丢 但是没什么大的什么差别 这个简单把玩的感觉 如果不考虑这个UI 感觉真的就是一个魅族的手机 它的按键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卡 它的卡是没有彩 它的SIM卡是中号的卡 是没有采用的语货卡槽 连接部分也是非常的松垮 但是好在它的外部的做工比较的精细 而且材质也是金属的 而魅兰METAL是塑料的 在细节的部分小米略胜一筹 插上之后契合度非常的好 也是几乎齐平的 后面是双四纹闪光 有13300万的摄像头 感觉上稍微有一些重 手机跟魅兰METAL一样 感觉厚那么一点点可能是薄的手机用时间长了 屏幕的外边是有一圈塑料的圈 应该叫它的保护圈 感觉不是那么很高级 有点廉价 是稍稍高于屏幕的 平放桌面的时候会起到一定的保护桌面的作用 但是后来会不会像三星之前的手机一样掉漆 就不一定了 有待考究 刚才使用中也是发现 它上下的两段 它跟中间的这块金属板并不是7平的 而是稍稍高那么一点 总是感觉有点彼此强迫症 不是那么太爽 前面的颜值上来说 感觉也是魅兰的METAL更胜一筹 看成更好看一些 但是它的屏占比不如红米Note3多 这两者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各有优劣 好咱们来看一下刷微薄的情况 刷微薄的感觉 感觉红米Note3更快一些 但是魅兰METAL也没有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好像慢那么一点 8.65毫米164克 相机的对焦速度上 其实感觉还是差不多的 而且取景框上来说 红米Note3稍微有一些卡顿 但是魅兰METAL的画面稍微有一些暗 我们亮度都是调到了50%的亮度 这两款机构的差别不是很大 总体上这两款机构呢差别不是很大 就是你有一刀我有一剑 就是在不同领域超越对方 感觉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售价上标准版的 红米Note3是便宜200块钱 899 而魅兰METAL则是贵一些 所以说如果购买的话 红米Note3首先你要是买黑色 因为白色的边框稍微有一些荡眼 购买的话各有所长 电池上的红米Note3更多一些 但是颜值上这个魅兰METAL不得不说 确实是更漂亮一点 如果大家纠结续航上 还是购买红米Note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